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三周以来首次下降 这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 也就是说 尽管新冠确诊病例激增 商业限制措施重新启动 但就业市场将继续逐步复苏 老公部12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8日当周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7.5万人 达到71.2万人 在不考虑季节性波动的情况下 申请个案减少大约12万2000宗 截至11月21日当周 续请失业金的人数下降56.9万人 达到552万人 根据调查 经济学家此前预计 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为77.5万人 续领失业金的人数为580万人 与此同时 288701名工人根据大流行失业援助计划 申请了救济金 该计划为自营职业者和承包商等工人提供援助 总计 上周有100万人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 首次申请了救济金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转入向大流行 紧急失业补助这样的延长项目 但是这些由CARS法案实施的项目将在年底到期 数百万人将失去政府援助 截至11月14日当周 美国接受大流行紧急失业补助的人数 小幅上升至457万人 12月3日发布报告的前几天 政府问责局质疑劳工部所提供的 美国人申请福利的预估不准确 这是因为申请量巨大 令各州系统不堪重负 案件积压所致 政府问责局还表示 除此之外 数以百万计的人可能没有得到 他们应得的全部失业救济金 尽管最新失业救济数据显示 情况正在逐步好转 但是仍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 劳动力市场仍然受到 新冠病例激增的挑战 美国部分地区为减缓疫情传播 对商业实施了新的限制 旅游业、休闲和酒店业依旧不景气 政府将于周五发布月度就业报告 此前经济学家预计 11月就业人数将增加大约47.5万人 这仍是7个月来的最小增幅 预计失业率将从6.9%下降到6.8% 第5次游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